我們來看這個生產者剩餘 生產者剩餘就是說 現在的話有一個供給函數 這個供給函數的話就是說 當你這個生產價格比較低的時候 你生產量當然就少 你生產價格就是說 換送的價格 換送的價格越高的話 你生產量就越大 現在的話 他所謂的生產者剩餘就是說 當我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價格固定的時候 那我對應的 它的生產量是X 也就是說 攻擊量的話 是X 我看 這個是生產什麼呢 這是產品價格 這是生產什麼呢 產品價格高的話 那我的這個 生產量的話就會高 這個是從什麼呢 從那個生產者的觀點來看 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 剛剛那一個的話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需求函數 需求函數的話 是從消費者的觀點來看 這個供給函數的話 是從什麼呢 生產者的那個觀點來看 當你的產品價格越高的話 你的生產意願就會越高 你的生產意願就會越高 當你那個 產品的價格越低的話 那你生產的什麼呢 這個意願就會越低 你的生產量就比較低 那現在的話 他所謂的生產者剩餘就是說 當他的價格固定的時候 他的生產量這麼多 生產量這麼多的話 他這個面積的話 扣到什麼呢 扣掉底下這個面積 這個是所謂的生產者剩餘 當然的話 我要現在是這樣把它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的話就是說 從生產者的觀點來看的話 你在這麼多的價格 在這麼多的 這麼高的價格 你生產出去 生產這麼多 如果能夠賣完的話 當然比什麼呢 比生產價格這麼低的時候 去賣的時候 他能夠有更多的鑽頭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生產者剩餘 當然這個是我的 我的說話呢 我的說話呢 就是我的解釋啊 我又不是學那個經濟學的 這個應該是經濟學的一個理論 所以以後我們計算的話 我們只要會計算就好了 這個計算的話 這個生產者剩餘的話 我們就用這個符號 就是 生產者剩餘 我去查一下英文 它叫 producer surprise producer surprise 生產的剩餘 那這個就定義成多少呢 定義成這個P2 A2 S2 固定某個生產 某個產品價格的時候 讓我生產量這麼多 那如果我能夠賣出去的話 他當然可以賣這麼多 扣掉什麼呢 扣掉這個區域 這個我們叫做A2 A2 那這個就所謂的什麼呢 這個生產剩餘